互联的广大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好 去学习零基础 住门学习拍审 那么接着来谈谈飞机大战的开发 游戏设计每30秒 就随机发送一个叫做补给包 那么可能是超级子弹 也可能是全屏炸弹 补给包有它自己的图像 大家看到了这两个 带着一个降落赏的 恍恍下降 也有它自己的运动轨迹 就是至上而下垂直下降 因此我们可以为它们 当独定一个模块来写它们的定义 那我们把这个模块呢 叫做supply 支持 import pigame 然后呢 这里呢 就定义两个类 一个叫做bullet supply s-u-l-y 继承至这个pigame的spite 初始化 用spite的初始化 然后再定义我们自己的内容 self-image等于pygame-image-load-images这个文件夹里边 这里对吧 好 convert-alpha 然后self-write等于self-image-get-write方法 获得它的这个矩形 那接着的话呢 self-width self-height等于 bg-size-0和bg-size-1 像这个背景尺寸 本地化 那么self-write-left和self-write-button 大家注意我这里用的是button 因为呢 我让它初始化的时候 就在界面上方 大概100个像素的位置 直接往下针 因为呢 它往下针的时候呢 要针补给的时候 它会发出一个声音 提示声 所以呢 我们就在它一个平均高度往下针 那我再button 就它的底部 在这个界面上方 100像素的位置往下针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呢 它的水平方向上是随机的 随机的 随机的话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radom fromradom import everything 那就直接定用rent in 从0到这个self-wit边框 减去self-write-wit 对吧 好 那我 这样吧 这里写在这里就可以了 负100的位置 那它既然打着这个降落赏 那它速度就必须不能太快 速度太快的话 我们接不准 speed等于5 也不能太慢 默认情况下呢 我们就不开启它 只有每30秒就触发它一次 触发它一次 使它的active为true 然后active为true的话呢 它就move 好 self-must 大家会发现 我们写了这么多类 事实上它们很多都是通用的 是不是 其实游戏开发都是这样 就算你其他的一个游戏 其他一些横榜游戏 它事实上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要不我们有一些通用的游戏引擎 就是主要是运用这些原理 然后呢 再改一下图片啊 这些 你的一个游戏就写出来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年代 开发游戏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是呢 你要做好其中的很多细节 倒是非常费时间的 如果超出范围的话 那也就是它落到了底部 底部的话呢 那就使它失效 使它的active等于force就可以了 好了 同样也有一个叫做reset的方法 reset的方法 就是首先使它的active为true 就是激活它 然后呢 重新获得一个随机的位置 OK 那这是我们的bully surprise 那接着的话 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拷揽一下哈 定义多一个叫做bump surprise 炸弹 炸弹的补给 BOMB 就全屏炸弹啊 那这个图片相应的也改一下 应该就是变成这个了 其他的话呢 没有任何区别 好没有任何区别 接下来我们在man模块中实现这个补给包 实力化这个补给包 并且呢 设置一个补给包的发放定时器 就每30秒它就触发一次 触发一次它就发放一个补给包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找到man模块 man模块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定义的这个位置 我们实力化 写好注释 每 每 30秒 触发 发放一个补给包 好 那我们要先把它们两个实力化 玻璃 supply supply supply等于 upply supply 好 我要把这个模块给导入先 好 我们逐渐在写一个大型的程序了 大家看到没有 玻璃 supply 然后呢 bomb supply 接着的话呢 设置一个定时器 叫做supply ly supply time 或者supply time 都可以 这个是我们的自定义事件 对吧 叫做user event u s e r e v n t 从这个user event这个定义的数字开始 都是自定义事件 那好 那就等于user event 然后呢 设定time 点settime 将这个事件设置为多少呢 30秒 那就是30乘以1000毫秒 好 表示30秒 supply time 没拼错 那接着我们响应这个事件消息 响应这个事件 l if event type 等于supply time 那么supply sound play 发放补给之前呢 它有一个声音 因为我们要使得它这个声音比较快 就它有一个声音之后呢 我们玩家才可以做好准备来接收这个补给 来抓获它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补给呢 是在屏幕以上的100个像素发放的 它 所以呢 我们就先听到声音 然后过一会儿它就下来了 是这么回事啊 好 那我们要随机 那么就用choice 我们就在处和force之间随便选一个啊 随机选一个 如果是处的话呢 那就bomb surprise 这两个写哪个都行啊 因为他们是随机的 else bullet surprise 就这个对象 就用它的reset 就用它的reset 会直接使得这个active变成处啊 使得这个active变成处 那么我们下边的话呢 就通过检测它这个active来看是否绘制这个补给 好 那就绘制全屏炸弹补给并检测是否获得 王家是否获得ifbomb surprise 点active 如果它的active为处 我们才去检测 因为呢 它的active为force的话呢 它是不存在的啊 它是不存在的 好 那就bomb supply 点move 它为处 我们才给它move 才移动它 才让它显示出来 才screen build 才把它显示到屏幕上 稍等一个e screen build form supply 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来检测 pigame supply collide collide must 我这里用直接检测两个精灵之间是否会发生碰撞 检测哪两个精灵 一个就是bomb surprise 一个就是me 对不对 如果返回true的话 说明发生碰撞 如果返回force的话 表示两者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碰撞 然后我们这里是用collide mast 也就是检测啊 完美碰撞 检测它们非透明部分是否发生碰撞的 好 那如果说碰撞了 那也就是剪到了 剪到饱了 那就get bomb surprise get bomb sout pray 有这么一个音效 大家去查一下前面 有这么一个音效 if bomb number 如果说是小于3的话 那就把它加 因为我们这个bomb number 就是炸弹的携带数量 最多只能携带三个 对吧 所以我们信定它小于3的话 才bomb number 加等于1 然后bomb surprise 点active 剪到之后 它就在我们身上了 所以我们就不必继续绘制它了 所以我们使得它的active为false 使它消失 好 同样的方式 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绘制这个超级子弹补给 那这个bomb改为bully 获得之后 然后我们就这里就是getbullied soundpray 然后这个我们就不用添加 这个有其他的方式 我们待会讲 发射超级子弹 好 我们先写成注释 待会来补充 然后呢 就是bullied surprise active为false 使得这个超级子弹 这个降落上 这个补给包给消失掉 补给去显示 好 那接下来呢 有个细节问题 我们要测试一下才能知道 大家看 当我这个游戏运行起来的时候 我忘了给子弹加上声音了 忘了给子弹加音效 待会我们加上 当我们把它按暂停的时候 背景音乐的声音是存在的 并且呢 待会大家可能会听到 这个补给发放的声音 听到了没有 刚才不要超早 重新说一下 大家应该有听到 当我们按下暂停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听到了背景声音 第二个呢 每30秒的补给声音 还是会发生的 是不是 因为呢 这个补给声音是在哪里触发 是在这里 是在是在这里 在事件这里触发 这里发生的 而我们这个暂停 广的是下面的主逻辑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就导致一个问题了 当玩家希望你的游戏 暂停下来的时候 他是真正希望暂停 他可能这时候需要接一个电话 打个电话 或者出去打个酱油 所以我们只要整个游戏 要安静的等着才可以 不过也说真的 你打个飞机还接电话 OK 那既然有这种细节上的需求 我们就应该相应的做出改进 对不对 那我们要改哪里呢 大家考虑一下 事实上呢 我们在暂停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事件 对不对 响应这个事件 使得Pause等于Nock Pause 那我们这里就事实上 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 如果说改变之后 Pause是为True 那表示这会儿呢 是要暂停的 暂停的话 我们这个补给的发放包 TimeSet 就给他先暂停掉 设置为0 对不对 设置为0 就是取消这个自定义事件 好 那接着的话呢 背景音乐 我们应该也使他暂停 Pause 然后所有的音效 也是使他暂停 为什么说音效也要使他暂停呢 虽然说你现在没有这一句 同样也听不到声音 但是当你的大飞机出来 噜噜噜声的时候 你暂停了 音效没有暂停 那你就会一直听到噜噜噜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飞机出现的时候 我们使他的Shot为-1 有没有 大家还记得吧 这里对不对 所以当你整个游戏暂停的时候 这个还是会继续播放的 因为音效广的是音效的事 所以我们这里使得音效也同时暂停 然后如果说是非暂停状态的话 那同样进行修改 然后这里又改为30乘以1000毫秒 这些恢复播放 所以大家看 这个游戏你咋看上去很简单 对吧 就像所有的客户要求程序员来写一个游戏的时候 这个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我不用这个功能也不用那个功能 当你实现起来的时候 怎么样 你要做到好 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各方面都会出问题 而且出的这些问题 它会互相有可能会有冲突 所以你要想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调和 妥协他们 好 那我们接着来谈谈这个超级子弹 当我们接到超级子弹补给包的时候 子弹由原先的一次一发 一次射一发 变成了两发 子弹的速度相对也会提高一些 我们先在Bullet模块里面来添加一个Bullet2 这里有一个Bullet1 那基本上两货是差不多的 子弹数量不同 添加一个叫做Bullet2 然后它的速度稍微有所提升 这里显示为Bullet2的图片 Bullet2就是这个 蓝色的是超级子弹 黄色的是普通子弹 好了 那我们把它最小化先 超级子弹所向批名 所以我们要限制使用时间为18秒 那么过了这个时间 就自动变回普通子弹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超级子弹的定时器 像刚才一样 有一个自定义事件 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一个变量来表示子弹的发射类型 OK那我们一起来写 超级子弹 定时器就写在这吧 超级子弹定时器 叫做Double DoubleBullet SuperBullet也行 DoubleBulletTime等于UserEvent加1 然后呢 用一个变量来决定是否使用超级子弹 是否标志 标志是否使用超级子弹 叫做East DoubleBullet 说到这个DoubleBullet 小姐就想到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曾经在这个昆明火车站 那时候急于上火车 就买了两罐红牛 结果到了火车上一看 哎呀妈呀 上面写印的是DoubleBullet 火生生给吓死 那我们接着呢 要生成这个超级子弹 那我们在这生成普通子弹了 那我们把它拷贝 把它拷贝一下 这里生成超级子弹 这里叫做Bullet2 放到Bullet2里面去 超级子弹的话呢 因为每一次是射两罐 那跟普通子弹形成一个对比 那普通子弹有设四次 那我们这里就设四次 设八罐对吧 也是四次 好 那这里就是Bullet2 Bullet2 Bullet2 两罐的话呢 这里就不是MidTOP了 这是Rate.CenterX 减33 减33 然后它的Y值呢 应该是 这个飞机的中间的位置 因为我们要感觉从这两个射出去 从这两个炮筒射出去 那我们这个飞机设计是 不是很对称 所以呢 我们一边是减33 一边是减30 一边是加30 这样子我测试之后呢 是比较对称点 好 这里的话呢 就MidRate CenterY 好 那接着 写多一个 同时添加两个 一个添加在左边 一个添加在右边 这里呢 我测试之后 看上去 他们是 在飞机的这两个炮筒上射出去的 因为你一个子弹 你就从这个尖尖的出去嘛 对吧 两个子弹就从一个从这 一个从这 一个33 一个30 有点偏啊 这个设计 这图画的不是很对称 这次我们来响应这个事件 well if event tap等于这个刚才叫什么来的 double boo double boo boo double 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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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 好 什么时候会电用它 那就是说我捡到 我捡到这个超级子弹的补给的时候 我就开始触发这个事件 对不对 18秒后通知它 通知它就是为了干嘛 为了关掉这个补给的功能 double 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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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这个定时器 我感觉我开始要打错字了啊 我现在要十分谨慎的来检查一下 ok 我确定没问题啊 关闭这个定时器 对吧 那么在剪到子当的时候 剪到超级子当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做的也是很简单呀 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这时候呢就是使得 我们这时候呢就是使得 的 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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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true 表示说我下面要设这个两发子弹 然后设置超级子弹使用时间 那就是PyGamesTimeSettammer 18乘以1000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间到的时候 他就去调用这个事件 用这个事件响应的时候 他就使得这个为false 就不再发射这个double bullet了 然后取消这个事件的光柱 取消这个事件的通知 那接着的话发射子弹 我们要对他进行相应的修改 这里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先测试一下 先检查一下 double bullet 如果是tru的话 那么说明要射两发子弹 如果是false的话呢 就跟原来一样射一发子弹 好我们这次记得把这个 Bullet的声音给放出来 叫做Bullet Sound Bullet Sound 上一节课忘了把它加上了 Bullet Sound Play 播放这个直当的声音 好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变量Bullet来统一存放 你到底要设的是哪一个 那我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Bullet Tool里面的内容放到一个叫做Bullet的一个变量里面去 那我下面的话呢 我全部都是对Bullet进行处理 好那我这里的话那就是Bullet等于Bullet1 对吧 然后这里的1呢全部改为s 跟发射一颗指挡的一样的道理 用它的reset使得它原来为 原来为False的Active变成True对吧 变成True的话呢 它下边才会这个move嘛 检测它的Active 好那这里就是Bullet 这个Bullet Tool index.reset me.red.center 这个跟上面一样哈 center x-33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是me.me. 这边 me.red.center y 好 然后拷贝一下 下边的话呢就加30 然后呢 将所引号加1 OK 这里加的是Bullet Tool Index Bullet Tool Number 好那我们检查一下是否有问题 没问题啊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同一对Bullet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说 再来判断说是Bullet 1还是Bullet Tool 因为我们进去之后 由EstableBullet决定是要射两发还是射一发 然后射两发的话 把Bullet Tool放到Bullet Bullet这个变量里面去 射一发的话呢 把Bullet Tool放到Bullet这个变量里面去 那下面统一对这个Bullet 里面的数据进行调用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哦 No Init Tactual Positional Argument 括号括错地方了 在第108行的位置 应该是刚才定义这个超级子弹那个位置 好吧 这里一个括号 那应该添加一个括号 添加在这后面 因为它这里需要的 是传进一个参数对吧 传进一个参数 那就是传进给一个position的 所以我们用一个圆主 将这个position参数给扩起来 那因为原来的这个mid top 它本来就是一个二圆主嘛 那它就是原来的中间位置啊 中间顶部位置 mid top 顶部中间的位置 在这差不多 如果说界面是这样 mid top就是这个位置 对吧 那它是一个二元组 那这里我们就把它组成一个二元组 传进去 OK 希望不要再错了啊 oh my god double d-l-u-b oh b-l-e b-l-e 208 好 可以了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只当的声音也有了啊 让它看上庭的话呢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然后恢复 好 推出腰 绕着 双枪 我们一边不见了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问题 把双枪变成了当枪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我们检查一下 好吧 事实上我们这里又出新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定义总共有八个子弹 对吧 因为两边一队 一队两个 那么要发射四队的话 那么就是八个 八个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 循环林每一次添加多少个 添加两个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 除以二 对吧 那么就添加四次 每一次添加两个 总共八个 好 那接着的话呢 这里也画错了 这里 这里的话 大家看 这里应该是加一 对吧 就下一个嘛 下一个子弹 因为它是一对一对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每一次就加二 好 那这样子应该没问题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好的 看 我们现在就有两个子弹了 OK 那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稍微